我們這裡講到法柱字跟涅槃字 其實也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就以陳柏之道來說 他說 177至今說 一切眾生的生死元起 現在是如此 過去未來也是如此 都是有此因 而後有鼻骨 我們就說此有故不用 這個持有故不用 就是這裡說的 無名行事 因無名有行 因行有事 名色 基本上是這樣 持有故不用 無名原行 行原思 名色 六路 處受愛取有 處 因無名有行 因行有事名色 六路 處受 有這些六路 因這個有處 有處有受 有愛 愛取有有 有就有生老病死又被苦難 所以我們直接講 因無名而有生死 這也是阿朗經裡面常說的 無名所富 愛遠所欺 一切眾生 長夜輪迴 不知苦之本機 好 那麼在說持有故比有 這個就是因果 這個因 這個是 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就這樣 這是因果的相訊 所以說 持有故比有 無名行 因為有無名 所以有行 因為無名照焉 因為焉 就有五孕生 然後感遭生死 就這個持有故比有 所以法柱智是因果原始的決定制 就是你知道 你身心 你身知 那麼知流轉 知因果 這流轉的因果 必然性 一定是這樣子的 就是極苦極難 那麼涅槃智從原始的無常 無我關中 契入法性極面 知環面 知因果的空情性 知道此無故比 所以無名滅則喜滅 喜滅則釋滅 乃至生勞病死 憂悲苦惱滅 好 所以他這裡說到 絕不能彼此因 而又能有彼我 果必從陰生 這是法柱智 當然我們現在說 這個是成果之道的說法 所以法柱智是對於因果原始的決定制 這雖然是緣起如患的俗術法 俗術法 俗術就是世俗假安利的世俗地 一般我們叫做世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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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益地 所以如果從這樣來看 先知法之後知滅喊 也可以說 就是龍順說的 歸一世俗地 不得第一 所以這個俗術法就是世俗地 那是假明安利性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理解 緣起的世俗相對性 假明安利性 而只是信解善惡夜報三思 這個是世間證件 那麼這個還不能叫做智 就是不能叫做這個是世間證件 但不是法柱制 但卻是證件得到必備的知見 所以他說要先有這個法柱制 才能依此觀緣起 從緣而生 依緣而滅 那是靜相 壞相 離相 滅相 這個叫做滅喊治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這個是從緣起的無常觀中 無常觀 無我 觀一切法如使火電光 才生幾面 生無所從來 滅無所知 而契入法性幾面 那這個有些是從無常 一切法如使火電光 就是從無常去看 無常 然後契入無我 那麼有一些 就是他直接觀無我也有 所以他重點是 契入法性的幾面 他說這個就是諸行無常是生面法 生面面以幾面為了 由無常入無我而契入幾面 是三聖共法中主要的解脫法門 他底下一括號說 還有從空無向契入的方門 所以總結來講 法柱智之流轉 知因果的必然性 涅槃之還面 知因果的空極性 法柱智之生面 滅槃之之不生面 法柱智之之有為素食 世俗滅槃之之無為聖意 依俗地的緣起因果 而後契入緣起幾面的真實 這是解脫道中正觀法的必然性 一定是如是而絕無例外的 那麼這裡大概說了一下 法柱智跟涅槃智 那我們稍微簡單 這個整理一下大概就是這樣 他說說到這裡 從這個不依法柱智不得涅槃智 要先知法柱才得涅槃 那我們也可以講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不依世俗滅 不得涅槃智不得涅槃 不得涅槃智不得涅槃 那如果我們從佛法裡面的說法來說 那麼解脫它一定是要灌身間 那麼所有的解脫者阿羅漢 不管是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那麼一定都是斷生間 主要是斷分別瓦線跟據稱瓦線的差別 那麼斷生間它一定是所謂的正物 所謂的正一定是正物 那我就是武運 我們簡單這樣講 涉槽小行事 所以佛者說 佛陀在跟這些比丘講 如果就是怎麼樣正物 我們如果來講 怎麼樣得解脫 怎麼樣得涅槃智 這一點來說 基本上如果我們依阿蘭町來說 主要可能就是主要有兩種觀 比如說阿蘭町裡面講 就直接觀 比如說它自從無常無我 那觀色如俱末 色如俱末 這個是一一的觀色如俱末 瘦龍水炮 其實就是從這裡所謂的觀 有無常無我 這裡阿 它倒是講死火電觀 但是它有一個直接這樣觀的 就是分別觀跟總觀 那麼響如揚焰 揚焰就是海事勝融 虛晃不死 響如揚焰 揚焰是海事勝融 你說叫鐵馬 你說叫可露 經典有很多種說法 就翻譯 不是叫可露 那行如芭蕉 那現在來觀五陰 其實解脫一定要正如我 觀身間 那視如幻慶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觀法 另外一種觀法是觀五陰 色色想情詩 五陰 一樣 這色色想情詩都一樣 這個是分別不一樣 色如巨墨 行 色如水泡 行如 想如良念 行如芭蕉 四五彎彎 另外一種是都一樣 色色想情詩都一樣 色 色想情詩都一樣 色色 我們應該是這樣講的 色 然後 方法受想情詩 受想情詩 受想情詩 若過去 若未來 若現在 內外豪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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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戲 它是五組觀法 但是 有些把它就是講四組 內外豪蟲 出戲眼鏡 豪蟲就是死 聖根葉 出戲眼鏡 從這裡來觀渡我 那 基本上 它一定是 但是因為我們的生死 這個五印生 這個我五印 五印 五印怎麼來的 就是這個生死到底怎麼來的 就是又回到所謂的緣起 有應有緣四間起 這個五印四間 又回到有應有緣四間起 就持有故必有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就持有故必有 那麼 寡注字跟涅槃字講完 他就說到我們現在佛教接 那麼 鋪裂法注字 那麼就直接講涅槃字 就是都不知道什麼是緣起 不知道持有故必有的道理 確實也是這樣 那麼 明清以後 大概流行的就是禪宗跟禁服宗 那麼即使明清以前 那麼不管你是華元宗 天台宗 天台宗 客家滅 華元宗就講一爭法天 法天 這個 進途宗 就講一句佛號 傳宗 就講一句話頭 那麼都沒有講到緣起因果的道理 直接以一個方法就要震怒 就要啟怒 這種觀念後來就是 你沒有先強調那個因果四零 我們大部分的國教徒也是這樣 都不知道世間是源起 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源起 雖然知道有因果 但是多數還是非因基因 非果之果 多數還是怎樣 所以對因果是你並不深知深信 其實不瞭解 多數的人其實是不瞭解因果的 很簡單 你認為把這個金剛經送完了 佛就會賜給你智慧 把藥師經送完了 佛就會賜給你受命 這個就是越是道理 唸了一個什麼重就可以唸什麼罪 甚至強調唸一句佛號就是唸八十一節生死重罪 因為經文 關無量聖經這麼講 但是關無量聖經這麼講 不是我們現在說的這個意思 但是很多人其實不去了解這個因果關係 甚至你火供 煙供 甚至講你在佛前供一杯水 你在佛前供一杯水 那麼這個周圍十里的惡鬼都可以解渴 那你後面加個什麼重 福報就增加幾千倍 那類似像這種概念非常多 那麼這些都是相信有因果的佛教的深信的 可是這個不是因果 這個因不是這個果 這個果不是因為這個因 這個都是非因其因 非果其果 甚至這個你家的果跟貓死掉了 你在旁邊讓他往生中 然後他就可以往生到奇救世界來 然後他往生你幫他寫個牌位 送個金 然後把牌位化掉 然後就送他到奇救世界去 你念金他得度 你發願他得利益 他得福報 這個不是因果關係 還不用講到無名原邪行原事 那還不用講到這個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這個原起因果 原起一定是有因有原事間解 一定是持有顧彼有 持顧彼的關係 它不是 我們也雖然也講因果 比如說我們誦經 誦經 然後我們就有功德 誦經有功德 是什麼功德 那麼是誰有功德 我誦經回向給你 你就可有功德 因果規定不是這樣說的 但是這個都是相信因果的人認為 是有的 所以我們的因果其實不是佛說的因果 那這一點這裡再講 所謂法柱誌 就是說你都沒有對佛法的道理做深切的體悟 就是深刻的了解 理解 然後卻認為用一個什麼方法 然後就可以得到什麼境界 好 那現在就來看 他說說到這裡 就是覺得佛教中沒有一種錯誤的傾向 老師那個時候有 現在也是有 而且非常的多 甚至更離譜的 就是燒往生前 還有燒往生前 還有燒蓮花的 我記得不知道幾年前 好像是誰在賣蓮花 那就是排位 然後就是 往生的蓮蓮 然後你買了之後 你就做那一朵蓮花 到幾二世間 就不知道是誰 人認為還有一個 就蓋往生背 然後他就依著這個可以往生 這種其實都是 不瞭解 老實講 不瞭解佛法的因果式 所以他說佛教界有一種錯誤的傾向 什麼呢 就是不求法助之 但求那種 都不曉得 都沒有去找那個苦因 就要解決那個苦果了 都沒有找到解決痛苦的方法 然後就要解決所有的痛苦 很簡單 什麼問題都念重 有一個可以念所有問題的重 或是各種的問題都有各樣的重 這次後來 一句符號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 所以這個一句符號 然後就解決所有問題的因 解決一切苦果 那這個都是不求法助之 槓求命 你就要得饑餓 都無有重苦 特別是背有世間一般之是年老而求佛法的 他沒有什麼時間需要休的 他年紀大了 腦筋比較沒那麼靈活了 然後又懶得休了 然後又覺得越簡單越好 越容易越好 越快速越好 簡單容易又快速的方法 出的力量比別人少 用的時間比別人短 但是獲得的跟別人一樣 最好是這樣 又簡單又快速 直接有用 所以這個就是 有一些人 一般人 有一些就是年老求佛法的 對於因果緣起的必然性 四地價值的決定 常是並無欺求 所以你看多少學佛的人 真的去瞭解 什麼是因果 什麼是緣起 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 那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是念佛即見佛 見佛即見法 見佛不應見法 念佛不應見法 我們現在是這樣 但是佛法是 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法 這個觀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定要先理解緣起 緣起就是四地 一個是狠的說明 一個是重的說明 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 見佛不是見佛的三十二項八十種項好 不是見佛之所以為佛 就是覺悟 就是與佛同正 見佛就是正佛所正 覺佛所覺 覺悟佛所覺悟的 佛所覺悟的是什麼 就是緣起了 佛在普天書下 佛在普天書下 到底看到什麼 看到流星嗎 看到流星會成佛嗎 看到流星不會成佛嗎 看到流星不會成佛 他只是流星化過的時候 他在那一叉那 見法見緣起 所謂叫做 補流星的悟道 並不是看到流星就可以見法 不是這樣 所謂覺佛所覺悟 但我們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先從緣起 這個就是法柱子 了解緣起因果的事 你要先理解這個 為什麼有生死 生死從哪裡來 生死是一種苦 為什麼有生死 生死從哪裡來 從無明來 從夜來 夜從無明來 什麼是無明 我見果愛 不知無我 執著有我 然後或是其餘我 或是離餘我 或是我中有 就是相在我 我在無雲中 無雲在我中 那麼你有這一些錯誤的觀念 以至於你執取 而得有這個我見果愛 有自己愛有禁見愛 才照焉流感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這樣 念佛 見佛 然後就怎麼樣 不成佛 現在直接直接就這樣講 然後甚至就念佛就成佛 現在很直接講這樣 當然念佛見佛然後成佛 但是佛法其實不是這樣 佛法如果講念佛 念佛是又念法門的一個 念佛念佛念生念知念天 在極樂世界大家也念佛 念佛念佛念生 是念佛 如果在阿安經裡面 念佛 念佛深處 念佛 就是得道處 念佛念盤處 念佛轉寡輪處 然後這個是念佛 然後這個是念佛 那現在我們說的念佛 念佛是念佛名啊 佛的名號 但是佛的名號也沒有錯 佛的名號其實 名以昭德 但是我們 我們把那個德忘記了 就是佛為什麼 佛為什麼稱為佛 佛陀是覺悟者 所以是這個覺 我們變成念佛的名號 其實這個是後來越來越變 越來越變 越末了 越滋末了 那一般來講是念佛的功德 那因為名號代表的就是功德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念是意念 心念 心 念知在知 要跟佛學習 那阿安經裡面它是這樣子的 念佛 深處 念佛 成道處 念佛成道處 然後念佛轉管淋處 然後念佛轉管淋處 念佛念盤處 那後來我們就直接變成 一般是念佛然後學佛 一般是要這樣 念佛學佛 然後學佛之後 學佛之後 學佛要學佛什麼 就是學佛的方法 依法修行 然後修道 然後才成佛 是這樣子的 見佛 見佛是正佛所正 覺佛所覺 知佛所知 基本上是這樣的 得佛所得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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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對於四地的價值決定 什麼是苦 什麼是情 什麼是道 什麼是念 嘗試 並無需求 就是你不管那麼多 那些道理 所以後來講 三藏十二度讓你他人 什麼都不要管 就想到生死 一起念佛就好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他說 對於四地的價值決定 嘗試並無需求 你根本 你根本也懶得去研究他 也覺得不必要去研究他 佛法的道理 不要知那麼多 所知障 這現在的 這麼講 所知障 並不是你知道的 多有障礙 而是你知道的 不對有障礙 你知道的都是世間的 知道的都是錯誤的 你反而沒有去了解緣起 才有所知障 就是你認為不要知道那麼多 這也是一種知識 這種知識就是所知障 你所知道的 你所知道的是錯誤 那麼他說 有的以為這早已都知道 早都已經知道 而不知道夢都沒夢想過 就是你夢都沒夢見過 平常沒在想 所以沒有很多人 很多佛教主沒有緣起的觀念 不知道什麼是緣起 不知道什麼是試定 真的不知道 然後你說什麼是試定 他也許會講苦疾滅到 你再問他 那什麼是苦 什麼是疾 那你如果問他緣起 那多數是不知道的 多數是不知道 那你說什麼是道 什麼是苦 什麼是疾 很多人還是不知道的 苦因是什麼 那業 苦因是業 那業有哪幾種 業為什麼會做苦 誰決定什麼業要做什麼苦 那怎麼樣可以 這個業怎麼來的 怎麼樣可以消除這個業 這個業是可滅的嗎 可以消除的嗎 那定業跟不定業又怎麼講 善業不善業又怎麼來 誰決定這個是善業 這個是惡劣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不理解喔 所以他說 很多人對於這個試定 苦疾滅到 因無名而有生死 因無名滅而生死滅 這個觀念 根本就都不知道 想都沒想過 夢都沒夢過 然後卻以為需要的是什麼 開悟 是明心見心 這個是禅宗 後來的禅宗聽譜就是這樣 都不懂道理 然後雙腿一盤 重的不是不如百道理 重的是要雙盤 然後要一心不亂 念佛要一心不亂 然後禅宗就是要明心見心 就講這個而已 然後都不了解 佛法的道理是什麼 那麼不知道 沒有修成的法術制 涅槃制是不會陷阱的 明心見心要見什麼 後來講明心見心 明是福心見什麼心 你明的是什麼心 後來講明真心見佛心 那你的真心是什麼 你的佛心是什麼 是有一個真心 是有一個真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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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信理解這個 明心見心 變成找到一個真心自性 那這個不是佛說的啊 佛講的心是什麼 伍體虛漆虛旺虛無我而生 那個杏指不自性 後來禅宗有很多 偏向öm 講什麼 明是什麼 明真心啊 就跟奴家讲的合起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学问之道如他求其放心 把那个真心找回来 把那个放肆的真心找回来就是了 就不能讲这个 所以后来 这个新奴家王阳敏 结合了禅宗 讲什么 讲智良知 把那个良辰良知的心找回来 那么就跟变解是佛性 其实不是的 不知道没有修成法 就是涅槃之不会献起 你体悟的不是佛告诉你的涅槃 由于偏向证悟 就是没有方法 或是你的方法没有按照次定 那么只是就要证悟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了解佛法的因果 是什么一回事 不知道缘起是讲什么 不知道四弟是讲什么 不知道八正道的四弟 然后门关起来 腿盘起来 面珠拿起来 然后又要怎么样 就在修行 你修的到底是什么行 你这样修到底是行不行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但是你只要用功都会有境界 我告诉你 不要说佛教 道教也有 一贯道也有 全主教也有 回教也有 都会有境界 全主教 虔诚 虔诚一心 也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 基督教 全全一心 也可以看到上帝放光 也可以看到耶稣父母 回教徒 一天祈祷五次 他也可以看到阿拉 也可以看到他的圣经 都有 但这一些不是佛教的 这个待生死之中 他顶多只是天 天 天界 这些境界 你不要以为就是圣境 没有 不是 他不是见到佛 见到光 见到莲花 见到书正的境界 是见到什么 见到元起 见到我 佛法界是见这个 那你却把见到世间的 这一些幻化的幻象 当成是真相 见到的妄心 当成是真心 你以为这样叫做解脱 叫做得物 没有 不是 现在有很多这种 所以偏向正物 我们也有很多 很多 这个都 都不知道 都不了解佛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就闭关了 我告诉你 你只要用功都会有境界 用功都会有境界 一下子又梦见地藏菩萨来找你 一下子又看到观音菩萨放光 一下子看到菩萨 菩萨取六摇摆下来 那你就认为 哇 这个因为我用功 有这些书正的境界 佛菩萨加持我 我肯定是开悟 我告诉你不是啊 真的啊 所以 一开口一下手 似乎非说心说心 谈修谈正不可 于是 于是乎失去了 误入的必要过程 空谈 一些心性空有理事 弄的内外也不变了 就是 你在外向上 直取了 那么过去的大德们 就有错认定盘心 定盘心是人家那个策谎 那个平衡的那个准心 因为都定盘心 以为孔颜乐处 这个是宋元理学 宋朝跟明朝 就是佛教从唐朝之后的赖事参态 宋元理学复兴 就是奴家复兴 那么把佛法跟奴家结合 那讲就是宋元理学 像王阳明这一代表 那么以为孔颜乐处 大学明明的孟子智良之 就是祖师希拉义 那什么是孔颜乐处呢 这个其实是 我们说这个都是宋明理学里面强调的 孔就是孔子 颜就是颜伟 奴家讲的圣人 到颜伟以下就没有圣人 颜伟以下就是贤人 颜伟之上 颜伟是最后一个圣人 那孔子颜伟 那前面就是姚顺武汤文武周公 孔孟颜伟 颜伟其实孟子还在颜伟后面 但是一般家人说孔孟颜伟 那颜伟其实是孔子的地址 孟子还在孔子后面 但是孟子把它排在孔子底下 孔孟颜伟 姚顺武汤文武周公 孔孟颜伟 这个是圣人 其他的就是贤人 好 那宋宁旅学里面有一个叫做 宋朝有一个叫做 鹿向山 鹿九焉 那么他是这么说 他讲到 那个没有 那个是讲到东方圣人 此心同持一同 那这个孔颜伟是指这个周敦仪问这个二臣 二臣就是陈仪跟陈昊 他说孔子跟颜伟这两个人读书乐在何处 我们把这个孔颜伟 孔颜伟 周敦仪这个其实是 一般人现在读这个的不多了 所以对这个名词就比较不清楚 就是现代人读这些古代的东西更少了 二臣是陈仪跟陈昊 就是当时礼学的这一些主要人物 陈仪跟陈昊 那么他说孔子颜伟读书乐在何处 就是孔颜乐出 他问了孔子跟颜伟读书 其实就是 他们懂的这些理到底有什么功德 有什么书胜受用在哪里 那他说孔子 孔子跟颜伟 孔子是这个饭书时饮水 就是屈宫而整之 乐意在其中 这个是就孔子里面说的 他说饭书时差不多了 饭书时 吃的简单吃啦 粗食 饭 蔬食就是 就简单的 那么饮水 趋公而整之 就把这个手当枕头 其实就是吃的喝的住的 基本上是简单的 趋公而整之 乐意在其中 他们读书乐乐都在哪里 那如果说我们修行乐乐在哪里 那颜伟 他认为这样的境界 就是他认为这样的境界 就是那一种 就是你读这些书的作用的功德 所障 那这个就是书胜的境界 那颜伟 一丹死一瓢眼 再肉巷 这个就我们就比较清楚 颜伟一丹死一瓢眼 再肉巷 人不堪其忧 我也不敢其乐 一丹死 这个吃的也很简单 一瓢眼 现在就差不多了 一瓢眼 跟孔子的讲的差不多一样 居肉巷 人不堪其忧 因为我们就一座碑 那个就比较没有碑 其实他讲的又是安平乐道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孔元热处 一般我们说孔元热处 孔子跟颜伟 其实就是奴家的 奴家的修行的一个 一个心态 一个态度 他的热都热在其中 就是安平乐道 所以他说孔元热处 就是大雪的明灵等 大雪之道占明灵等 在清一灵灵 在此灵至善 就是理解 明白 我们内在的那一种 清明的独心 就是找回那个真心 文子讲的 学问之道如他 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圣贤书 目的在什么 那一样 把我们那个真心找回来 那个真心放肆 那奴家认为 人的这个心本善 就好像有点像佛教总 本来清见 本善 性本善 但是因为 因为 漸漸漸漸漸 迷失了 所以现在要把它找回来 所以孔子的至良之 至良之 就是在实际的行动中 实现这个良之 就至良之 那这个孔子 人之所不血而能者 是良人 所不利而知者 其良之 就本来有的 那么这一些 就是 这良之 良人良之 这个是人本具 但是 你们把它以示 所以我们必须 在实际的行动中 展现实现这个良之 这个是奴家的修行方法 那么 他说认为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祖师西兰裔 这个是祖师西兰裔 祖师西兰裔又又分 祖师是谁 这是禅宗讲 禅宗讲祖师西兰裔 这个祖师是达摩祖师 那当然从印度来的 都可以叫祖师 那这祖师 从印度来 就是从西来 那如果玄奘是往西去取天 我们是东方 中国是东方 印度是西方 从西来到东方 从东方去往西 西天取天 所以印度的祖师来到中国 为的是什么 就是用祖师西兰裔 但是这个是禅宗讲的 是特别指达摩祖师 那达摩为什么到中国 那达摩传的又跟 后来又不太一样 达摩是以四卷人情的 那先不管 就是讲佛教的 佛教的道理 跟奴家的一不一样 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佛教讲的跟奴家讲的不一样 现在你把他什么 把他混淆了 把他认为 佛教讲的 其实就是奴家讲的 孔子讲的 孟子讲的 孟子讲的 其实就是达摩讲的 其实就是佛教讲的 我告诉你 不一样 不一样 现在又有人这么讲 甚至讲到 武教其实是一样 你修行修到最高见到佛 其实就是上运 上运就是阿拉 观音菩萨就是圣福玛利 不是啊 这样讲 这样讲 是邪见 但是也有人这样讲的 所以 他说 因此 有的就高唱 东方圣人此心焉 西方圣人此心焉 好像佛儒融通起来 佛教跟奴家 可以通 现在又把儒教都会通的 那 甚至认为上帝就是佛 佛就是上帝 其实不是 这个是佛九焉讲的 东海有圣人出焉 此心童 此与童 西海有圣人出焉 此心童 此与童 那 导师这里讲简单说 东方圣人此心焉 西方人此心焉 西方人此心焉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是 这个也是 宋灵女节 就是佛九焉讲的 他说 东海有圣人出焉 有圣人出事 出现在事 他讲的道理 跟西方的圣人讲的道理 就是一样的 西海有圣人出焉 此心童此理 他们的心是一样的 他们讲的理是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样啊 所以到了后查 后来明清以后 都是三教合一啊 如是道三教合一啊 不一样 不是 那 这个讲起来道理 我们可以讲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理是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发心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啊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先讲到这里 讲到这个 佛鲁龙头脚 后面还会来讲 好 那 大家合展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顾及于切 顾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揭共成佛道 揭共成佛道 揭共成佛道